接下来的两日时间中 一抹城的人气火爆程度 显然是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飙升着 不仅仅八大超级宗派的人马 接二连三的紧述赶到 甚至连其他的一些 颇有名气的势力 也在迅速的闻风而来 一时间 这组一抹城内 算是强者云集 显得极为的混乱 而在这种混乱之下 齐雷等人 显然是加延了管输 因此大多数道宗弟子 都是安静地留在歇脚地点 消遣修炼 未曾外出热食 至于林栋等顶尖弟子 虽说齐雷等人并没有强制禁足 但是也再三叮嘱 在外小心行事 免得造人按手 现在一抹鱼太乱 一旦出了乱子 就算是他们四人 都是有些难以收场 林栋显然也清楚 此时一抹城的情况 所以虽说并没有被禁足 但他这两日时间内 也是安静地留在房间之中 先有外出 而林栋也趁着大战 来临之前的宁静 开始研究起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那刚刚到手的古怪铜炉 安静的房间之中 林栋盘腿坐在床榻之上 此时在他的手中 正握着那个用高价 从寻宝区买来的破败铜炉 而其眉头也是皱着 视线不断地在上面扫来扫去 这般扫尸 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 林栋方才忍不住地叹了口气 揉了揉 有些发色的眼睛 满脸都不干 在先前 他已经试探过各种手段 去探查这暗红的铜炉 但依旧未能发现 他有半点异常的地方 铜炉材料算不得稀奇 其中也完全没有能量波动 林栋能够肯定 这东西必然不会是 什么想象中的灵宝 所以他那种逃宝派的念想 率先破裂 不对啊 林栋马丸手中铜炉 喃喃自语 在第一眼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分明感觉体内师傅颤动了一下 但是只有当师傅遇见一些 不同寻常的东西时 方才会出现的反应 林栋皱着眉头 将暗红色破败铜炉放在眼前 在那铜炉表面 能够见到一些毫无规律的图纹 但或许是因为岁月侵蚀的缘故 图纹极为的模糊 所以也完全没办法 从这上面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铜炉究竟用来干嘛的呢 林栋略感头疼 许久之后 终是放弃的摇里摇头 然而 就在他准备将这东西收入乾坤袋式 其眼光突然瞟见房间中的灯火 当即围正了一下 然后双目须眯起来 这铜炉似乎少了火苗啊 林栋心中略过这道念头 玄机略微犹豫了一下 看着铜炉如此破败的模样 还真不像是能够经得起烧的 万一到时候搞坏了 一千万年盘单就得打水漂了 坏没坏了吧 不过林栋也并非是优柔寡断的人 略作愁愁便是一咬牙 手掌一握 便要这一团熊熊的涅槃之火 自掌心生腾而起 这种火焰 只要是涅槃境的强者 皆能够凝聚出来 林栋屈指一弹 一缕火蛇便闪电般窜进铜炉之中 然后火焰迅速释放开来 再接着 林栋就见到 那铜炉竟有着融化的迹象 当即脸皮就有些发青 看来他这想法果然是错的 而且看铜炉之前破败的模样 说不定 早在他之前 就有人用这种方式尝试过 只不过后来 应该也发现没用 这才停止了下来 林栋有些意境阑珊地摇了摇头 终是失去了所有性质 修跑一挥 便将燃烧的火苗的铜炉 丢进房间内火盆 然后双目缓缓闭上 开始进入修炼状态 而在林栋进入修炼状态之后 那铜炉的融化迹象也是越来越强 到到后来甚至是化为铜液低落下来 暗红色铜液越来越多 到到后来铜炉已彻底被烧毁 而那涅槃之火 也是因为涅槃之气消耗殆尽 消散而去 只留下暗红色铜液缓缓地流淌着 而就在铜液流淌之时 突然间有着一道道暗红色光滑从中射出 最后再半空交织 盘坐在床榻上的林栋 紧闭的双目也在此刻 犹如有所察觉一般 猛地睁开眼 而后双目愣愣地望着 那半空中交织的暗红色光线 林栋错愕地望着这一幕 然后看了一眼那完全融化的铜炉 这才猛地恍然 原来必须完全将它给毁掉 才能知道其中隐藏着什么 这算是一种另类的不破不立吗 只不过想做到这一步 却需要不小的魄力 先见如果不是林栋彻底失望的话 恐怕也很难做到亲自 将其一点点焚化成铜液 而在林栋之前 显然应该也有人试过这手段 但最终他同样没能熬下来 或者狠心 不过不管过程怎么样的 但至少现在的林栋异常的心血 这误打误撞的结果 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什么呢 林栋欣喜的目光带着一些疑惑 盯着半空中交织的光线 那些光线一丝一丝缠绕在一起 最终仿佛组成一些奇异的线路图纹 那模样好像一张地图 地图 林栋眼神微宁 旋即心神移动 精神力呼啸而出 将那些图纹光线紧数摸拟下来 然后收入泥碗宫内 而就在林栋模拟完毕的刹那 那些赤红色光线开始收缩 最后在他的注视下 竟凝聚成一块半个巴掌大小的暗红光牌 林栋手掌一伸 那暗红色光牌便落到他的手中 目光一瞟 那光牌之上能够见到弥漫的火焰图纹 而在那图纹之上 隐隐有四个异常古老的火焰文字 焚天古藏 林栋盯着四个古老的火焰文字 然后一字一顿地将其念了出来 下一上 其双目也陡然放光 这铜炉之内 竟然隐藏着一幅古藏地图 好东西啊 林栋咧嘴笑道 虽然他不知道这焚天古藏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能够坐落在这一摩玉之中 向来必然不是寻常爆藏 在那之中 就算是拥有纯元之宝 也并不让人意外 随手想象之中的废物变其宝并没有出现 但是这古藏地图的出现 却将其彻底地弥补了 一个古藏的价值 绝对能够与建纯元之宝媲美 这比买卖做得不亏呀 十福的能力也没有让林栋 失望 来得进入一摩玉之后 他是可以与笑笑世界他们商量一下 寻找一下这所谓的分天古藏 林栋摸索着下巴 喃喃自语 现在毕竟不再是当初进入远古战场的时候 他也不再是孤单一个人 在其身后还站着大批的随时准备跟他走的师兄弟 类似骨藏这个东西 他一个人也吃不下 倒不如让众多师兄弟也分背更 到时候整体实力变强了 向来也能够减少许多麻烦 想到此处林栋也是暗自一笑 小心翼翼地将手中这光牌收纳起来 这东西应该有着一些特别的用处 不然的话不会隐藏得这么深 将铜炉的秘密破解 林栋显然是心情极爽的 不过他却并没有立刻罢手 反而是想了想之后 突然手掌一拍 光芒则起掌心涌现 然后化为一个极端晦涩与复杂的光阵 这个光阵 玄奥地令人眼花缭乱 即便是现在的林栋 都是无法参透他的奥妙 而这东西 自然便是一直存在于林栋体内的乾坤古镇了 林栋能够凭借七元涅槃镜的实力 与九元涅槃镜的强者应拼 乾坤古镇功不割没 因为只有他 方才能够将林栋的原力与精神力融合在一起 发挥出更为庞大的力量 不过 自从林栋得到他之后 除了用来融合原力与精神力之外 倒是再没有开发出其他的功效 但这些时间 林栋在暗中研究许久之后 就有了一些独特的发现 乾坤古镇 正面运转能够融合力量 但若是反向逆转的话 林栋却是发现 乾坤古镇的波动彻底发生了变化 而同时 那种波动也具备着一种相当惊人的奇效 那便是分解之力 顺着融合 反之 那便分解 林栋微笑地盯着 缓慢逆向运转的乾坤古镇 唇角微先 他知道 这一般效果 必然会令得他在宗派大赛之中 荣虎 天一